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表示 虽面对很大困难 仍有承担继续任内工作 之前传言称 林郑多次请辞 北京不准 要求她收拾滥局 可是林郑如果不下台 香港抗议者不甘罢休 如果她下台 港人顺理成章的下一个诉求是什么 林郑为习近平顶枪口能顶到什么时候 尽管林郑月娥在两次百万人游行反对的压力下 宣布逃犯条例受中正寝 但香港反对派民众继续举行示威 昨晚香港沙田的示威是香港反送中民众连续第五个星期向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施加压力 要求她下台 据金融时报7月15日引述两名知情人透露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Perry Lam最近几周 就香港特别行政区报发大规模抗议几次提出辞职 但北京方面拒绝让她卸任 该报就此消息询问林郑月娥办公室得到的回答是 行政长官已公开表明她仍然致力于为港人服务 该报记者询问中国国务院港澳办 却没有获得置评 尽管有内部消息称 北京当局不许林郑辞职 要求她自己收拾烂摊子 但林郑为习近平顶枪口 还能顶到什么时候 北京如不更换香港特首 香港的社会矛盾将会循环下去 很难走出困局 如果让林郑下台 香港人的下一个目标会是要求普选吗 那么 面对香港这盘棋 习近平下一步怎么走 台湾和国际社会都看着呢 在 home 北京当局不许林郑看着 北京树暗 北京第二次bel领子